脊柱裂可以治愈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范存刚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脊柱裂是一种先天性的神经管闭合不全的疾病 一般来说单纯的脊柱裂并不需要进行治疗 我们通常需要治疗的脊柱裂 主要是脊柱裂合并这种脊膜膨出 脊髓脊膜膨出低位部脂肪瘤 皮肤痘道或者脊髓栓系的类型 在治疗方面主要需要通过神经外科手术的方式 来切除这种膨出的脊膜囊 环钠脊髓和神经根 对于这种脂肪瘤我们则需要切除脂肪瘤 对于皮肤痘道也需要进行切除 对于这种增粗的中丝 需要通过神经外科手术的方式来进行切断 使脊髓栓系和低位部的这种脊髓和神经根受牵拉的情况 得到有效的缓解 经过手术治疗之后 大部分患者的神经功能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但是确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脊髓力也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 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彻底的治愈 我们通过手术的方式 能够使患者的症状得到有效的缓解 控制患者神经功能的障碍的进展 就达到了我们临床的治疗目的 对于一些没有及时治疗的这种脊柱裂 特别是合并脊膜膨出脊髓脊膜膨出等情况的脊柱裂患人 常会出现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 此时再进行治疗 治疗效果会非常差 患者的病情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